- 股市罗宾汉 -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- 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-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安出身 - 最能掌握市场法安 - 冲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- 来到现场老师好 - 大家好 费萍好 - 各位听众朋友 - 我们大家周末愉快 - 来大家周末愉快 - 我们看见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- 将果指数 - 今天最高在15802点 - 最低在15594点 - 收盘的时候预估总量是2501亿元 - 今天这样一个拉回整理 -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- 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呢 -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 - 博老师 - 我想这个礼拜的一个台北股市 - 除了礼拜一 - 创下了一个短线的一个新高的 - 一个收盘高点以外 - 是 - 那接着下来的礼拜二 - 礼拜三 - 礼拜四到今天礼拜五 - 我可以讲是一连 - 都是呈现一个压回 - 是啊 - 接连的往下做一个错低 - 那甚至于一下今天 - 甚至于我们看到 - 今天的低点已经来到哪里 - 已经来到15594 - 已经剩下不到白点的一个空间 - 是的 -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 - 当然也引发了盘面上的 - 大家的一个所谓的恐慌感 - 甚至于在今天 - 我们也看到似乎也有一股 - 所谓的一个逃命潮出现了 - 大家认为说 - 哇这个拉回的过程里面 - 似乎好像又是一个新的跌势 - 要开始 - 那其实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- 当然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来看 - 因为整个国际股市 - 似乎也是笼罩的一个 - 比较不安定的一个气息 -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波动里面 - 当然盘面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- 我想这也是在所难免 - 所以我想对于整个国际股市 - 联动的一个状况 - 台北股市的 - 所谓的一个接下来 - 法轮的一个动向 - 筹码的一个变化 - 我们当然都要持续去做一个最终 - 不过只要大盘还没有脱离 - 我一直告诉各位 - 所谓的区间震荡 - 你说今天拉回 - 对 - 我们要提高警觉 - 可是它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- 这样区间震荡的一个架构 - 我认为还没有 -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- 只要盘面 - 它还是有股票在涨 - 只要盘面 - 还是有赚钱的机会 - 我认为这些 - 你都要去把它掌握起来 - 尤其我说过 - 那些未来有机会 - 能够大涨去创高的一个股票 - 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握住 - 并且在它喷入之前 - 先卡位 - 先布局 - 我认为这才是重点 - 尤其我说行情有波动 - 我们才有赚钱的机会 -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- 你不趁着拉回买 - 难道你要等到大涨的时候 - 你再跟着玄契场一窝蜂去追吗 - 当然不是 - 你的风险反而更大 - 对不对 - 那反倒是我们看到 - 今天即便大盘 - 哇一步又往前去 - 你说今天15594 - 它又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低点了 -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- 就在今天大家的盘面 - 涌现一副所谓的一个逃命潮的时候 -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小型VIP的一个 - 手中的一个股票 - 却是两档股票 - 双双的涨停板 - 太厉害了 - 我想会员都知道 - 我们的小型VIP - 向来就是只有两档股票 - 就是把你的资金 - 集中在最有效率的两档股票上面 - 你看 - 这两档股票一档是687式的贼 - 贝利 - 是 - 昨天涨停 - 今天再度的涨停 - 这是不是大家的老朋友 - 对 - 那另外一档是什么股票 - 6148的谁 - 华洪资 - 今天也是涨停板 - 从我们当时帮各位掌握到这一档 - 低价的AI的全新的一个标的之后 - 到现在 - 今天这一根涨停板 - 已经拉出第四根了 - 好 那不管是两根涨停板也好 - 四根涨停板也其实贝利还不止两根 - 你前面都喷几根的 - 前面都赚一倍了 - 没错 - 这第二趟的操作了 - 第二趟的操作都已经拉两根了 - 是 - 那不管是第一段也好 - 第二段也好 - 或者两段加起来一起算也好 - 重点是今天大盘怎么样 - 大跌 - 对 - 而他们却是逆续怎么样 - 逆续创新高 - 两档都创了一个收盘的新高 - 那什么叫创新高 - 不用我再解释了 - 其实它有没有涨停 - 我倒不是那么的在意了 - 它有没有创新高 - 这才是我真正要的 - 因为我说过 - 很多人都迷思在 - 我到底希望我的股票涨停板 - 还是希望我的股票能够创新高 -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 - 但是我要我的股票是创新高 - 因为我说过 - 涨停板的股票你未必能够赚钱 - 但是创新高的股票 - 你是百分之两百 - 你铁定钢定 - 你一定是赚钱的 - 不可以说创新高的股票 - 结果你都没赚到钱 - 怎么这就没赚 - 没这就事 - 对不对 - 所以创新高的股票 - 代表你一定是处于获利的 - 好 那你看 - 看到这边 - 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- 你看到现在 - 你说大盘 - 这个礼拜以来 - 几乎天天都在跌 - 除了礼拜一有涨以外 - 几乎天天都在跌 - 可是你有来参与 - 我们百万体验计划的 - 我这样说好了 - 除了我们小型VIP以外 - 你有来参与这个百万体验计划的 - 纵使面对大盘的一个弱势 - 可是你按照我们帮各位 - 这样所规划的 - 你来体验的 - 你有没有怎么样 - 你有没有大获全胜 - 有 - 其实这个礼拜大涨了 - 不单单只是说 - 这我们刚看到的一个贝利 - 还有这个华红资 - 我这样说好了 - 上个礼拜我就跟各位预告了 - 什么股票会接棒 - AI股票 - 对不对 - 你看看这个礼拜以来 - AI的股票 -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华红资以外 - 来 你看 - 除了贝利跟华红资 - 你说了 - 这个包含像六七五一的 - 这个智联幅有没有 - 有 - 这个礼拜 - 它有没有创下 - 一百四十块半的 - 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- 有 - 周涨幅的百分之二十 - 周涨幅百分之二十 - 你说大盘有没有涨百分之二十 - 没有 - 大盘是跌的 - 跌多 - 可是它却涨了百分之二十 - 最重要就是创了新高 - 一百四十块半 - 那我们没讲在前面 - 甚至于当大家来追的时候 - 我们这两天又全数怎么样 - 把它给获利出清了 - 这个百分之二十 - 是实际放在口袋里面 - 而且还不止百分之二十 - 因为我们是上个礼拜就布局了 - 涨了三十趴 - 对不对 - 让你掐头去尾 - 绝对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- 那你看大盘跌 -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对的标的 - 是 - 有差吗 - 没有差 - 没差 - 大盘涨跌 - 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- 就跟去年你看上下大盘震荡的超过六千点 - 对 - 可是我们帮各位掌握到生计股里头 - 不管是宝瑞 - 不管是这个药花药啦 - 甚至于是美食啦这些 - 你看我们有没有全部的大货 - 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啦 - 我想去年有经历过的 - 大家也都知道有没有 - 大家很多股票都还套在高档 - 可是我们却大赚倍数 - 你看像宝瑞有没有赚倍数 - 有 - 北极星有没有赚倍数 - 我想这个都不用我再提了 - 对不对 - 所以这都在在的印证了 - 当然现在大家对于大盘的一个震荡 - 一定会有所恐慌 - 可是我说过 - 当大家在越害怕的时候 - 我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句话 - 看起来形势大坏 - 是 - 可是对我们来讲 - 确实怎么样 - 确实机会大好 - 所以只要行情 - 它没有脱离我们先前的一个预期 - 那么一些好的股票 - 如果有震荡的一个拉回 - 那反而是我们再一次怎么样 - 切入的机会 - 尤其是有大涨实力的一个股票 - 我说过 - 你更是要在它喷出之前 - 怎么样 - 先布好局嘛 - 买购买足嘛 - 就好比说我们刚提到的 - 今天我们手中的这个 - 6874的贝利 - 今天又拉出第二个那个涨停板 - 当然贝利大家都知道 - 它除了原先的AI的一个题材以外 - 现在大家都在讲嘛 - 它原来也有碳交易的 - 这样的一个题材嘛 - 因为它有一个碳管家 - 就是跟这个邓白氏合作嘛 - 来专攻这个碳的一个盘查 - 因为这个未来也是 - 这个盘面很重要的一个题材之一嘛 - 所以你看 - 有双重的题材 - 就如同我过去跟各位讲个的样 - 有双引擎 - 是不是 - 它能够发酵的空间就更大 - 它能够爆发的力道也就更大 - 先前我们也先掌握到这个部分 - 才帮各位在发动之前怎么样 - 先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股票 - 是 - 那你这样说好了 - 今天大家都在讲 - 这个碳排放又如何 - 这个碳的一个交易如何如何 - 对不对 - 当然也免不了会提到贝利 - 当然如果请问各位 - 贝利今天一开盘就涨停板了 - 是啊 - 如果你没有像我们事先就布局的 - 事先就把该买的给买好买足 - 你今天再来追 - 你纵使买的到 - 你也买的涨停板了 - 那尤其在今天这样盘面一震荡 - 你不是又傻眼啊 - 我一直告诉各位 - 不是说 - 你追高你就一定赚不到钱 - 确实我说盘面上也有一派 - 是专门追高的 - 为什么 - 因为这属于攻击型的一个做法 - 只不过你在追高的一个过程 - 你的成本比人家高 - 那如果尤其像这样大盘震荡的过程 - 里面轮动速度再快一点的时候 - 如果像这样的股票一拉回 - 往往它的幅度也会比人家大 - 那如果说你整个配套措施 - 包含像停力啦 - 停损啦 - 你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的话 - 你就很容易受伤 - 对 -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- 我并不是很建议投资朋友 - 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之下 - 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操作 -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嘛 - 如果说你希望做的是这种所谓的攻击型的 - 看到什么墙就去追 - 那我说你自己做就可以了 - 你不需要跟老师哦 - 对 没错 - 你今天跟我的最大的一个目的跟价值就是要像我们一样 - 你能够走在故事的前面 - 在股票还没有发动之前 - 你就先卡位先布局 - 就像这个礼拜 - 在贝利啦 - 黄鸿资还没有屡创新高之前 - 是不是该布好局的 - 在它发动之前 - 我们就把该布的局给先布好嘛 - 反倒是大家来追的时候 - 我们反倒是怎么样 - 我们反倒就先出清一场了嘛 - 就好比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礼拜随着AI的一个大涨 - AI的创高 - 智联服务 - 我们已经全数获利出勤了 - 是的 - 光这个礼拜涨了20% - 而且我们上个礼拜就买了 - 是的 - 所以加起来我想会员卖出的一个价位 - 至少也都累积25%的获利以上了 - 这个我还是保守估算的 - 对不对 - 好那其他的 - 包含像今天因为在尾办盘的时候 -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族群也有转强的迹象 - 那叫做什么 - 叫做军工了 - 其中很多人就在讲这个隆德造船好像又火起来 - 好啦 - 今天隆德造船就算你从原本的大跌到今天尾盘拉起来 - So what - 这两个股票我说过 - 我什么时候买的 - 大家记不记得 - 100出头我就给大家了 - 有没有放假钱 - 有没有 - 后来我就涨到146块半吗 - 对 - 那后来我们在高涨全数获利出清之后 - 有没有连跌好几天下来 - 那我问各位啦 - 今天纵使隆德造船从原本的一个快要跌停拉起来 - 现在涨半根啦 - 那在哪里 - 在129啦 - 有没有到时当我们那时候卖掉的一个价位 - 没有 - 那我再换一句话说 - 当时如果说你的老师是看隆德造船涨起来的 - 再带你去追的 - 都是追在130几块 - 140几块啦 - 我请问各位你今天解套了没 - 今天一大堆人在告诉你隆德造船转强了 - 怎么样 - 你前面都还没解套 - 你今天转强有什么用 - 真的 - 所以同样一档股票 - 你的方法如果不对 - 那你的方法如果不对 - 其实你也看不到什么好的一个效果 - 就好比说生计 - 对不对 - 你看昨天我们还在讲说 - 我们也把我们最新锁定的这档低价的 - 那个生计的一个黑马股 - 有没有 - 我们也公开给大家的 - 就是6733的一个博程 - 有没有 - 你看我们在还没有喷出之前 - 连续的买进至少买四次 - 连续两根掌停板上来 - 你是不是就最大的影响 - 当大家昨天在讲的时候 - 我说你小心盘面的一个震荡 - 那今天怎么样 - 今天又出现震荡 - 如果说你在早盘的时候 - 因为昨天大家都在讲买不到 - 那今天一开高 - 大家去买了 - 你看今天刚好尾盘打下来 - 你是不是又中枪了 - 没错 - 反倒是如果说你前面买在低档 - 那你已经累积了超过20%的一个获利在手上了 - 今天出现震荡 - 刚好怎么样 - 刚好我再买啊 - 是啊 - 对不对 - 好的股票拉回 - 那不就是我再买进的机会吗 - 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同样的股票 - 可是如果说你的操作方式不同 - 是不是整个结果 - 整个命运也会大大的不同 - 好 所以今天我们跟金老师的脚步 - 经常来布局好的股票 - 在对的时间点 - 用对方法经常来布局 - 就可以转播到好行情了 -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- 要怎么样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- 请问不要走开 - 马上回来 - 下半段告诉您 - 嘿 别走开 - 还有好听的 - 广大 -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-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- 今天大盘拉回整理的 - 这样的一个走势 - 将近100点 - 但是我们的好朋友们 - 觉得好像涨了100点200点 - 为什么呢 - 我们的小型VIP - 有两档股票 - 包含我们的6874的贝利 - 还有6148的华红资 - 这两档股票 - 双双攻上涨停板之外 - 还创新高 -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-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- 跟着老师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- 老师带您用对方法 - 在对的时间点 - 用对好方法 -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- 结果能够赚波段好行情了 - 再次验证了 - 最后听众们 -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- 跟着老师进行来布局 - 我们下一档呢 - 这个礼拜已经结束了 -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- 听众们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- 先把电话号码寄起来 - 今天节目最后有惊喜 -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- 0 2 3 6 5 9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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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0 2 3 6 5 9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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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这是带来提供电话号码 - 0 2 3 6 5 9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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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千万不要错过了 - 听众们 - 如果您错过了 - 6 8 7 4的贝利 - 错过了6 1 4 8的华红 - 知道的好朋友们 - 接下来调一点 - 要怎么样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- 下一档好股票呢 - 不要忘记哦 - 节目最后的广告 -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- 休息一下 - 马上回来 - 千万不要走开 - 马上回来 -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-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- 非便宜 - 为您要请到的是我们的专家 - 乔丝罗宾 - 任兴老师呢 -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- 下个礼拜的全新的开始 - 要怎么样布局老师 - 我想刚刚啊 - 我们也跟各位提到了 - 对于今天整个大盘 - 出现了一个拉弧 - 是 - 除了破了 - 昨天破了月线之后 - 今天继续的 - 往这个季线来做一个靠拢 - 跌的超过百点以上 - 当然也引发了大家 - 所谓的一个恐慌感 - 是 - 所以在今天我们说过 - 盘面 - 似乎也透露出一个 - 所谓要逃命的一个感觉 - 但是还是那句老话 - 对于大盘 - 我认为在连跌四天之后 - 当然下个礼拜 - 反弹的机会 - 它也会出现 - 尤其季线目前是往上的 - 对 - 有它一定的支撑的一个力道 - 那只要大盘 - 我认为 - 它还没有脱离这样的 - 区间震荡的一个情况之下 - 那么我说过个股 - 它就有表现的空间 - 只要个股有表现的空间 - 对于那些 - 有机会大涨 - 又或者未来有大涨空间的 - 这些股票 - 你一定要趁着拉回 - 甚至于在还没有喷出之前 - 你就要先布好局 - 这才是最重要的 - 你不用去太在意 - 大盘的一个涨或者跌 - 就好比说今天 - 那大盘跌了一百多点 - 那又怎么样 - 看看我们 - 我们的小型VIP - 是 - 我想只有两档股票 - 不是散弹打鸟 - 买二十档 - 拿对的我拿出来讲 - 我讲这些话 - 我要负责任 - 所有会员都在听 - 尤其是小型VIP的同友 - 你们自己最清楚 - 我们是不是至始至终 - 就是两档股票 - 就是两档 - 那两档股票在今天大盘 - 不管是贵买 - 不管是集中市场 - 纷纷大跌的情况之下 - 这两档股票 - 有没有双双的 - 都攻上了涨停板 - 是 - 而且这两档股票 - 难道是我今天才去追的吗 - 不是 - 不是啊 - 华洪资 - 我们有没有在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- 有 - 我们就先卡位先布局 - 有的 - 贝利 - 我们有没有在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- 我们就先卡位先布局 - 而且这还是第二趟的操作 - 是得 - 对不对 - 所以大盘的涨叠 -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- 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在于说 -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一个应对 - 而这个也就是我们帮各位 - 规划了这个百万体验计划的 - 一个最大的一个目的 - 因为我说过 - 我们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个大盘 - 可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同样的一个大盘 - 结果确实大大的不同 - 很明显就是方法有问题 - 纵使我们是瞄准 - 是同样的一档股票 - 可是因为你的切入点不同 - 你资金的一个配置不同 - 结果也会怎么样 -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- 所以我说过 - 你只要有来体验我们这个百万的这个 - 所谓的体验计划的 - 我想你不赢都难不是吗 - 是的 - 但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觉得 - 每天只有五个名额的百万体验计划 - 真的每次打来都已经额满了 - 所以说老师今天因为是假日 - 可不可以给大家多一点的名额 - 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百万体验的计划 - 确实 - 因为要帮各位规划这个所谓的百万体验 - 其实我们也要花很多的一个人力跟物力 - 所以你说每天人要多 - 真的也有一定的一个困难性 - 不过既然今天废评也这么说了 - 确实我也听到有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- 在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- 说每天五个名额根本就报不到 - 今天刚好也庆祝我们的一个手中小VIP的股票 - 今天双双的工上涨停板 - 而且又创新高 - 不只涨停还创新高 - 所以我想这确实是值得喜悦的一个事情 - 再加上放假天 - 大家也可以放轻松 - 所以今天怎么样 - 我特别冲着废评的这一句话 - 我们今天开放20个名额 - 多四倍哦 - 对 20个名额 - 让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- 尤其下个礼拜一动酒动动 - 是 - 我们有新的标的即将要进场 - 所以你有100万资金的 - 不管你的部位 - 是200啦 300啦 500啦 1000啦 - 都没有关系 - 你只要先拿出100万 - 当然股票等值也一样 - 你就跟着我来买进最新的这一档股票 - 最重要的我们是在它发动之前 - 喷出之前 - 先卡位 - 先布局 - 你不要每次都等到我公开了 - 然后才跟市场上一起来追 -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胜算 - 你就会大大的降低 - 你要跟着我们走在故事的前面 - 好来听我们的 - 接下来怎么样走在故事的前面 -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呢 - 不要忘记了 - 这个假日老师给大家20名百万体验计划的名额 - 下周一动酒动动 - 新股登场 - 老师要带您进场来布局了 -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- 赶快打电话进来 - 有20个名额 - 赶快打电话进来抢名额 - 嘿 别走开 - 还有好听的广告 - 恭喜我们的会伴 -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- 尤其是我们小型VIP的会员好朋友们 - 今天大盘拉回整理 - 一百零四点 - 但是我们小型VIP手上的两档股票 - 六八七十的贝利 - 六一四八的花红资 - 双双工上涨停板 - 恭喜我们的会伴 -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- 真的是太开心了 - 大家感觉好像涨了一百点两百点 - 对不对 - 结果听众伴 - 如果您错过这些股票 - 没有关系哦 - 下个礼拜一 - 动酒动动 - 新谷登场 - 所以我们的百万体验计划 - 今天特别跟老师情商 - 让大家有二十个名额 - 可以跟着老师 - 还有我们的会伴们 - 一起来体验哦 - 欢迎我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 - 百万体验计划 - 今天给大家二十个名额体验 - 下周一 - 动酒动动 - 新谷登场 - 带您进场来布局 - 拿起电话 - 现在就拨 - 022-365-9333 - 今天有二十个名额 - 让您来讲 - 022-365-9333 - 带您快进来 - 就现在 - 大来国际投顾108 -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- 本公司于节目中 -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-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-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-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-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